胡锦涛同志和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号下午出席了在京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 胡锦涛发表重要讲话 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胡锦涛说 党的18大和18届一中全会已经胜利闭幕 这次中央全会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 决定了新一届中央军委组成人员 实现了党的总书记和中央军委主席的新老交替 这有利于党的事业既往开来 有利于国防和军队建设事业长远发展 有利于国家长治久安 胡锦涛指出 习近平同志是合格的党的总书记 也是合格的中央军委主席 他年轻时在军队工作过一段时间 在担任地方领导期间也参与了有关地方的军队工作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后 担任了中央军委副主席 直接参与军委工作 党中央决定由习近平同志担任军委主席 是非常合适的 习近平同志一定能够挑起中央军委主席的重担 团结带领军委班子履行好肩负的重大历史责任 胡锦涛向全军同志提出五点希望 一是希望军队坚决听党指挥 绝对忠诚可靠 确保军队永远忠于党 忠于社会主义 忠于祖国 忠于人民 确保党从思想上 政治上 组织上 牢牢掌握部队 确保军队在任何时候 任何情况下 坚决听从党中央 中央军委指挥 二是希望军队有效履行新世纪新阶段历史使命 为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 发展利益 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提供重要力量支撑和坚强安全保障 三是希望军队 在贯彻国防和军队建设主题主线上 取得显著成效 坚持以推动国防和军队建设科学发展为主题 以加快转变战斗力生成模式为主线 努力实现建设信息化军队 打赢信息化战争的目标 推动中国特色军事变革深入发展 努力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 四是希望军队始终保持高度集中统一和团结稳定 从容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 集中精力抓建设促发展 五是希望军队永远坚持我军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 要毫不放松的抓好全军部队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教育 使我军始终保持老红军的政治本色 确保我军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一代一代传下去 习近平指出 胡主席从党国家军队事业发展全局考虑 主动提出不再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职务 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一中全会 尊重胡主席的意愿 同意了他的请求 胡主席做出这个重大决策 充分体现了他对党国家军队事业发展全局的深邃思考 充分体现了他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政治家和战略家的高瞻远瞩 博大胸怀高峰亮节 习近平强调 党的十八届一中全会高度评价了胡主席为党和国家建立的卓越功勋 胡主席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党的十六大以来 胡主席仅仅依靠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 牢牢把握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战胜一系列严峻挑战 奋力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为国家繁荣富强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了杰出贡献 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忠心爱戴 他集中全党智慧创立了科学发展观 党的十八大已经将其同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一道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习近平强调 党的十六大特别是十六届四中全会以来 胡主席着眼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全局 科学筹划指导国防和军队建设以及军事斗争准备 在毛主席邓主席江主席领导军队建设奠定的基础上 把军队建设又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 胡主席对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提出了一系列紧密联系 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 科学回答了在世界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 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条件下 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科学发展 全面履行新世纪新阶段军队历史使命的重大课题 提出了党关于新形势下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 开辟了党的军事指导理论创新发展新境界 党关于新形势下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 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科学发展观在军事领域的运用和展开 是毛泽东军事思想 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 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是新形势下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的科学指南 胡主席在领导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实践中 展现出崇高的革命精神和革命风范 他具有宽广的眼界和开阔的胸襟 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品格和实践品格 严格求实的科学态度 他秉持以人为本的建军制军理念 不断推动改善官兵物质文化生活条件 注重提高官兵综合素质 促进官兵全面发展 胡主席的崇高精神品格和革命风范将永远激励我们前进 习近平指出 必须把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抓紧抓好 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必须坚决完成各项军事斗争任务 必须按照全面建设的思想 努力推进军队的革命化 现代化 正规化建设 必须始终保持我军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 要引导官兵强化忧患意识 危机意识 使命意识 做到信念不动摇 思想不松懈 斗志不衰退 作风不涣散 始终保持坚定的革命意志和旺盛的战斗精神 要切实加强军队反腐畅连建设 军队高级干部要旗帜鲜明反对腐败 带头遵守廉洁自律各项规定 习近平最后强调 有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坚强领导 有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 有全军上下的团结奋斗 就一定能够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